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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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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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一個 太高了吧 你上得去嗎 太高了吧 哈哈 腳搭不著定義 一會兒一會兒速度上了 要給店的秘密 各位無論說的好 大家多做自我批評 好 這麥克風就賣 賣的麥克風 這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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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小 這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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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你也賺不進了 太扁勁了 太扁勁了 我不會說 規定就30分鐘 雖然時間自己來做很長 但是不到8個程度上 各位 沒情況 把這表給調了 是啊 好 好 要我開吧 開吧 來 兩碗 兩碗 我呀 也來這麼一段進場吃吧 好 剛餵了一碗上來 一山傍水 防漱天 住也安然 行也安然 一頭羹牛 半井田 收也平天 光也平天 雨過天晴駕小船 魚在一邊 酒在一邊 夜晚三經 七在前 今夜談談 虎也談談 日上當干 尤未眠 無視神仙 盛賜 神仙 好 來 一會兒師父上他多說 幾句弦言 引出一段故事來 什麼時候的故事啊 明朝正德年間 蘇州府 昆山縣住著一戶人家 男的姓宋 叫宋尊 娶妻盧氏 兩人都四十多歲了 為人呢 沒有這麼再忠厚的了 建築寺廟就磕香 那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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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妙燒香 玉似磕頭 就是這樣 咬的命 四十多歲啊 沒有一男半女 這會兒我完全可以摔一個摔馬吧 啊 會啊 大家都知道 我就看一看 哎呀 每天悶作書 咋子就等著我 你說這天啊 哪怕給我一兒 哪怕給我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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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叫我半女 好說吧啊 哎呀 用了那句話了 羞巧虎物雙瞎眼 殺人放火兒女多 老四公跟那媳婦說 哎 老伴要不我殺點人事兒去呢 別鬧了 我跟你說 老天爺註定咱們有孩子呀 自然而然就送來了 你不要廢話 我都四十多歲了 啊 再過兩年我遇得動 好 哎 哎 哎 都是 老伴 哎 哎 哎 這個 老四公跟那媳婦走 哎 我 我孫 老婆子 咱們結婚這些年了我的身體 你是知道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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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長好 我也想换换蟲子 來 兩口子沒有 不說 什麼話都可以說 你想晚上一杯鍋睡覺 這不算三足 真的 倆人這正鬧著呢 怕怕怕有人扣打開肺 滿分左右 這麼一瞧 高興 尤其是宋敦呢 特別的抱歉 來了誰了 自己最好的朋友 姓劉 叫劉友才 兩人關係非常好 這是高姓七一 七二呢 劉友才也四十多歲了 也沒孩子 人就是這個姓 啊 他沒有我也沒有 那好 他有我沒有 那我變了 啊 你看他來了 高興 哎呀 他呢 比這個劉友才啊 長一歲 你兄弟弟怎麼來的 趕緊來吧 來 當家的趕緊去 到誰 一場的高興 這個劉友才是幹什麼的 老伴你知道你說是幹什麼的 划船子 啊 趁著一艘船 逮人哪 送個貨呀 現在叫這個水上運輸 啊 所有的財產都在這個船上了 一年四季老在這個水上照著 啊 今天來幹什麼來了 就跟他說了啊 宋大哥呀 我四十多歲了也沒有孩子 這是你知道的 啊 最近呢 聽說蘇州城 新建成了一個送子娘用藥 我呀 想前去呀 燒香磕頭 求個孩子 可是呢 我去可以 我沒有那個香囊 就是 我過去咱們看電視能看到 黃布做的 前後搭的那個那個香囊 就香袋呀 上香中放了一些用用的物品 啊 其實啊 滿大街都能賣的 他才你 哎呀 宋大哥靈子 一說 我也沒有這個香囊 聽說你你是富裕啊 最主要的 你們這兩口子 善人 不知道 善了多少年了 善良 其實是三十個人 難過的 善良 人家說呀 借就得借這樣人家的東西才管用 剛說到這兒 老宋的眉頭一皺 不高興 什麼意思 啊 你沒有借我的 我還沒有呢 回頭去掛筋 你生一個 我怎麼辦 劉友財就揪出來了 少說話啊 我吃辭職 劉友財就喬出來了 又孫大哥您 難道我借您的香袋 您就捨不得嗎 您怕用壞了 我陪您 不是 兄弟呀 您也知道吧 我也沒有孩子呀 啊 所以你一番話呀 勾起我的懲罰來 我也要煩呢 這樣 我們家呀 有兩個相待 咱倆一人一個 一塊去 你說腾腾 行啊大哥 咱們哪 連夜起腾 咱有船呢 趁船走 蓋個東西 拿吃的喝的 兩個香囊 戴好了 戴好銀兩 穿上衣服 就上了船 連夜開船 到了蘇州城 天哪 還沒亮呢 兩個人來到娘娘廟 真是上頭一炷香 大喝一聲 閒人閃開 哪有人呢 沒說這句話 廟前廟後廟左廟右 我都燒到了 咳頭 來到這個正殿 嗡嗡嗡嗡 嗡嗡 吳非禱告 娘娘在上 什麼什麼在下 四個一個大康小子 改日重修廟宇 在座今山 就是這樣 啊 燒完香 磕完頭 得往那功德香裡 放錢了 看出有有財力 雞賊類 沒帶錢 你說你別的事你可以 哎呀 你這個事情你 你能不帶錢嗎 哎呀 宋大哥 來得太慌了 我沒帶錢 這樣 您哪 幫我 墊付一下 回頭我給您抗 老宋知道什麼人性 甭管了甭管了 帶著槍 咔嚓的咔嚓 咔嚓的咔嚓 咔嚓是咔嚓了 心裡也是不老惡意的 啊 心裡就想 所以娘娘就說了 娘娘在上 瞧見沒有啊 啊 香囊是我的 嗯 帶東西都是我的 錢也是我的 你呀 給我一人來個兒子就行了 啊 可以理解 燒完香磕完頭 兩個就說話了 啊 鳳大哥女心腸子 也是在家待著 也沒事 你隨便拽一拽 我呢 到風橋有個地方 叫風橋 船都到那兒去 等活 我到那兒啊 我去看看有沒有買 我只說吃飯了 可以 你到你的外 宋敦呢 一個人也不知上哪去呀 先逛逛 走吧 啊 這一條路就開始走 哎 走著走著呢 不遠前邊啊 有一個很破舊的西棚 在那個西棚裡啊 隱隱約約 傳出一件 一陣陣的聲 就是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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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出什么声音来的 叫好喝 若有若无的 身影之声 一 一 身影跟身影不一样 和女君养的不一样 一 一 好乱 看什么 这病的要不行了 要死 是这样 我们也认 我们也认 这个会员 哎呀就听见了 哎呀 进去瞧瞧吧 进来一瞧 齐棚嘛 有个地板板板板上躺了一个和尚 和尚六十多岁 裹着一个破旧的松袍 腰一一息 吹着两下 哎 师父您行行行行 也没说话 这东方呢 又来了两个人 就是住这附近的街道 就说一下 这位老爷您您您别推了 他呀是山西来的这么一个穷和尚 病这儿啊 病得好长时间了 平常还能说点话 我们呢 这个给装碗面 那个给送碗汤 还能说两句 这不最近越来越厉害了 宋敦就说 哎 怎么不找个大夫瞧瞧啊 哎 他哪有钱呢 再说我们家里也都不是很富裕的 马上就要死了 要命了 你说哎呀 人活一世 你说到死了 连口棺材都没有 哎 我瞧您呢 这个人非常善良 还背着这个香囊呢 一定是啊 来烧香磕头来了 求死来了 您这样您干脆 做了一件善事 您买一口棺材 把它葬就得了 宋敦平常日 心地善良 可以啊 哪边有啊 就往前铺远来 右边一边就是一棺材铺 可以 等着我吧 奔了棺材铺了 这块我还可以加一个买卖论啊 这块我熟悉咱就不说了 进来之后啊 这个大贵的啊 这这这关菜没有让人的啊 啊 您这关菜粥怎么卖啊 啊 不一样 有好一点的 有碎一点 我这也不用太好的 我一说啊 您知道 这下边那个西棚里 有一和尚 就知道知道 好兼职的了 他呀 马上就要死了 我呀打算哪 买一口过去 他当着就完了 啊 差不多就行了 关在库的老板一举举 您这可是心地善良之人 真好 这样啊 啊 您也不要买太好的了 我这有一口啊 不错啊 这个 三两六千 我什么价钱来的 什么价钱给您 您看行吗 可以可以 这就掏钱 一掏钱吧 快 他那钱呢 都给了娘娘庙里头了 摸来摸去 好 婚人上家都摸便了 多也多 哈哈哈哈 没有钱了 找来找去找了一个银元宝 有个差二两多 这不够啊 啊 那行吧 那我一会再来 他们意思啊 到刘友台那借点钱来 一会就把分子给买了 嗯 卖官才得不误会了 误会 这这份套 我没多管您要啊 啊 我就是这个价钱 你买的 上的我卖给您 没挣您钱呢 宋敦这个人不爱紧的是 啊 这工会呢 刚才西棚里那俩人又回来了 呦 赶紧吧 喝上死了 你瞧这死多快 你这也不办 啊 买官才出去 买吧买吧买吧 嗯 这怎么卖买吧 把这个 这一个小银元宝就给他 头上有个簪子 也是银子 这也给您 啊 还差一点啊 穿的衣服呢 过去有钱人讲究 啊 我们大腕三毛五毛的 人家那一套衣服都好几十两人脱下来 这也给您 卖官的一卡 真老实 行了行了 够了够了啊 老奉才主顾一下 说什么呀 啊 这呀 盛多盛少啊各位啊 买杯水酒啊 官的钱我出了 嗯 但是呢 马奉各位呢 和上给埋了就行了 那些人都是善良的人 先生可以 都比你们强多了 可以 可以 啊 您出钱了 出点意境嘛 啊 行 都说妥了之后呢 这宋尊呢 穿着胖脸背心就回来了 哈哈哈哈 啪啪一打门醒出来 这么一瞧 用 老宋嘛 你这是求死了 是耍流马 你怎么说呀 你又回来了 啊 老宋嘛就把这个经过 我就不说了啊 再说一遍没有意思了 虽然这个时间有限了 虽然这个时间有限了 一些工作 就管一五十 就说完了 啊 这个大奶子一听好 罢了 你真好 咱们家有试衣服 没关系 这是好事 啊 过日子吧 就还是 就得忘了 没过多长时间 柔是怀恨了 啊 啊 你说啊 刚才我说了 柔是柔是 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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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了 哎呀 哎呀 十月怀胎生 大胖小子真好啊 哎呀 太好了 这个宋中高兴的 这哪个是给我一个儿子 给我这么大一块金子一样啊 这不 干脆起个名字吧 叫宋金 啊 就是比金子还真贵 他怎么叫宋金了 街坊家呢 又给他多了一个字 宋金郎 小儿长得漂亮极了 水亮 好看 哎 这么一打听呢 柔柔才家也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一个姑娘 跟他差不了几天 给他小的那十几天 取名呢 叫春怡 占便宜这名字春怡 什么样的 有人就说来 老宋子 你看你俩生了儿子 那边呢 生过姑娘 你们哥俩啊 平常关系又好 干脆啊 结个娃娃心算了 啊 老宋不愿意 过去划船都瞧不起 那不行 心想 我们家 甭管怎么说 啊 祖辈也是当官的 我怎么 我们娶个这样家伙在如命呢 不行不行 啊 表面上就突然两个事 哎呀孩子还小 再说吧 再说吧 啊 这个事情可就过去了 这个宋金郎六岁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天有不测风云 一说风云 这坏事就来 啊 宋尊哪 得了一场病 代夫都请便了 没治好 家里啊 有点独产 用别 没有别的买 那就见麦吧 给他治病 化的差不多了 哎 老夫也死了 剩下夫人管你过日子 哎呀很凄凉 到了十六岁的时候 倒霉事又来了 卢氏夫人也得了病 把剩下那个家产全麦的不治病 啊 钱都花光了 还是没治好 也是撒手而去 这时候啊可就坏了 宋金郎啊 房屋一间地乳一笼啊 没有钱了 要了饭了 过去跟现在呀都是一样的 人在人情在 您别教我现在 在这说象征了大家伙 体货也好什么也好 我这有德运社 杂字罩着呢 我们老大郭德邦 哎呀那这大街上 谁认识我是谁啊 对吗 没人认识真是这样 哎呀十六岁一小小的长这么漂亮 要了饭了 要饭了 要饭都没人给 那年那样女流氓特别少 真是真是 还打着经过 一瞧 哟 这孩子怎么不认熟啊 这不我宋哥哥家那宋金郎啊 孩子孩子 你干什么呢 宋金郎这么一开头 可算瞧见亲人了 眼泪滑就下了 裤子又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叔叔 你怎么这样啊 我爸爸也死了 我妈也死了 我要个饭了 哎呀 你看看你多好的孩子 要个饭了 你说 吃饭了吗 我三天东西吃饭了 行行行行 来吧 跟我去 上上我家去吧 啊 勤快一点 凶快一点 啊 那船上干点儿行活 老郑有你吃的 跟我走吧 谢谢谢谢 谢谢叔叔 心里压一个 稍微好受一点 眼泪亲人了 啊 领到船上 跟这老伴儿一说 哎你过一看 这孩子你认识吗 啊 这孩子还挺好的 啊 哈哈哈哈 你怎么办 你这傻媳妇怎么办啊 这老宋家的孩子呀 送金郎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办 你这傻媳妇怎么办啊 这老宋家的孩子呀 呦 宋金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瞧你了 哈哈哈哈 这不是宋金郎吗 哈哈哈 你 你怎么这样啊 有种才就说了 哎呀 别提了 两哥也得病死了,嫂子也得病死了,孩子都要饭了,要饭拿手机摄像机,哎呀,这孩子,女女同志心意善良跟你们不一样,孩子吃饭了,还没吃,春仪赶紧过来春仪,要对那小闺女,也还是差不多了,我过来介绍一下,这是你金郎哥哥, 这是你春仪妹妹,俩人俩都腼腆,不好意思看着,现在好吗,俩人就,你们这要一看啪啪的梦,没有多少好意思,见见妹妹,见见哥哥,这个春仪三家还有饭吗,有饭是有饭,都凉了,没关系,拿点热茶泡一泡吧,行,拿热茶把冷饭泡得了之后,来点咸菜,太饿了,就这样来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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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吃,吃完,吃完,吃完, 吃完之后啊,找这么一个地方就歇着了,你也呆呆发愣,心里想呢,我祖辈,我送的祖辈,也是做官的,也是为患的,到我这儿,我怎么这样呢,我在人家吃完凉饭,这以后可怎么办呢,正愣着呢,刘友才啊,心里也不高兴呢,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吃完了就坐着呢, 刚来我可不能把你宠坏了 不是啊,这郎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没有关系 你得干点活啊,你可赶紧去那有麻,搓麻绳去吧 哎,是,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啊,不敢言语,那是搓麻绳去 大事开始呢,就有了亲身之处了 这孩子也聪明,也伶俐 人家,因为什么呀,谁呀,到了这个地步啊,都隔板一球 生怕出点什么是非来,又没有这儿,吃了没事,喝了 这个,刘友才呀,也是好一阵,坏一阵的 有时候高兴,瞧着这孩子还可以干点活,才能写能算的 买名要刺一点,就心里又不炫分了 你看看,我怎么领这么个吃货来呀 哎呀,真是这要命的 倒是这个春仪呀,她心里高兴 说着说,俩人都十八岁了,情众初开 尤其是船上的小姑娘,过去门瞧不起人 也没有接触这些小姑娘,小小的一年四季在船上 哎呀,就看着金郎,看着哪儿都是好的,怎么能耐人呢 真好,今儿给着鸡大船,只能给你家屁股 好动一动一踏翅,这样时间一长啊,刘友财的夫人就瞧出来 那天夜里头啊,把老宋叫过来,哎,老宋啊,咱俩呀,说点正事儿吧 什么正事儿啊?哎,咱闺女呀,可不小啊 我打算呢,给她说个人家 你说的轻松,说个人家 啊,有钱有势的要咱们姑娘吗? 伺一点儿咱又省不得啊 你说你,这我还急着呢?哎,我倒看着一个人不错 谁呀?送金郎,就纳,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想啊?房姑娘兼地无一笼,从小子一个 刘夫人就说了,你呀,你什么想法啊?刚才咱不说了嘛 有钱人能看上咱家的姑娘吗?带着说来,宋金郎长得漂亮 小伙子又好,忠呼老实,又是故人之子,知根知底 最关键的,即便结了婚之后,她得跟着咱们过来 咱们姑娘不用输去呀,天天守着咱们,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哎,三说两说呢? 刘友才是心里呀,哎,也想通了,可以 那呀,你就问问这俩孩子,想,交给我吧 这个刘氏夫人就过来,哎,过来,这个,跟一样 妈,多大了?妈,您吃饱撑的? 我是凭威女,你问我说,大伙子 这个孩子,你准备听我相当吗? 有啥想法没? 妈,您说什么呀?我呀,打算跟你说个人家 一说这话,脸疼下就红了 我说的是,明朝那会儿不像真带 现在谁说,姑娘,我给你介绍对象吧 好 那会儿不像吗? 这是七一,七二呢,她心里已经有个宋真郎了 当时脸就红了,头也低下来了 妈,您说什么呢? 你不嫁,五辈子不嫁 姑娘,你别嘴硬 你真不嫁吗?好 我呀,打算呢,把你许配给金郎哥 既然你不干了,我跟他说,妈妈,您别说我 死丫头,就知道你这样 这一番就说定了 再去问问男的吧 好,这个金郎啊 沈娘,叫沈娘 多大了? 十八 我呀,打算给你说我们亲事,你看怎么样呢? 当时吓坏了 一说亲事就要轰我走啊 又沈娘,您说我是做错什么的 我是偷懒的,我还是耍奸的 你跟我说,您千万别轰我走 您跟我说 这傻小子,太笨了 我呀,打算把你妹妹,出衣许配给你 你看怎么样呢? 岳母在上,小区一本 刮他 船舱俩大部分 就是太大了 这就说得了 高兴,都高兴 人家这个船上啊 结婚的入洞房啊 跟咱们这不一样 咱们得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天啊 找一个,来找人算一算 哪天好 哪天不刮风不下雨 船上不一样 为什么呀 无论干什么 试喝拉撒睡 全在船上 不能下船 洞房花如夜也是在船上 啊 这样吧 啊 找一个风与交加的夜晚 你去冻房子 真是这样的 你过去冻房子 冻房子之夜好 要不 那那 了得嘛 不像现在 刚才是三天 无家走了 那种小子 二多是真是的 行吧 啊 找一个风与交加的夜晚 我给你们成亲 啊 你说这俩孩子怎么这么倒霉 啊 这个事儿说题目之后 半年 没下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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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